接下来是一举交通事故 17号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 疑似驾驶不胜致状纽泽西护栏 导致车体翻覆造成驾驶多处插伤 而详细驾驶原因呢 则还有警方在调查当中 同时警方也提醒用路人 南回山区道路转弯多 弧度又大 驾驶行驶不要任意变换车道 同时注意车前状况 要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白色轿车左车头严重毁损 正是17日上午7点50分 在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段 南向外车道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据警方调查后 疑似驾驶不慎刺撞扭着西护栏 导致车体翻覆造成驾驶多处擦伤 随即送医救护 而详细的诏事原因 大五交通小队仍在调查处理中 回山系运动驾驶之脚 和车于109年12月17日 7时50分许 前进台九线403公里处 南下车道时 发生致重交通事故 造成干凌驾驶身上多处擦伤 以及车体翻覆 经本分局远请道场处理 并配合消防远运将乡者送医 协助清理现场 现场于9022分局 恢复交通事故 长细造4月1日上游到 交通小队教堂中 大五分局也呼吁驾驶朋友们 行驶南回公路 阴鼠山区道路转弯多 弧度大 请勿超车 及任意变换车道 并注意车前状况 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就讲解太马里想不到 摆虽 帮忙 帮忙 终